我們看立體11 他要算這個東西 那怎麼辦 我現在定 這個多項是4x4 減掉8x3 減15x平方 加13x 加1 那我現在 如果帶2分之 3加2跟2的話 就得到我們要的 現在問題是 5x如果帶什麼 帶2分之3 加2根好 下去的話 那麼這個根是哪一個多項式的根呢 我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把2移過來 2x-3 等於2跟2 2x 然後兩邊平方 那 我們比到有一個得到 得到4x平方 減 4x 再加9 那這等於8 減8等於0 那這等於多少呢 4x平方 減12x加1 等於0 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是說 2分之3加2跟2 是這個方程式的根 也就是你把x 帶2分之3加2跟2 這快等於0 那這有什麼好處 我就把這個多項式 用這個來除 來除的時候 那我就知道 說4 減8 減15 加13 加1 4x8 4x8 4x15 13 1 然後用裝碼處 把它處一處 這就變得多少 變成是3 然後 減4分之1 這4 4x3多少呢 12 這是加4 還有呢 它有減1 4x312 4x4 4x4 加4是4 12-1 這加起來多上來 -16加12 這是-4 那給我們-12 -12加1 那這是整除了 這裡我要整除 這裡沒有沒有整除 加2 也就是說 這個可以寫成多少呢 寫成這個是 然後還要除以什麼呢 除以4 1加1加1 1-1 這就等到 等於是x平方加x -1 那乘以多少呢 4x平方 -12x加1 那再加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你把x帶多少 2分之3加2 帶進去的話 這一項會等於0 所以帶出來就等於2 也就是說什麼呢 也就是說 我如果 x的話 我如果把它帶2分之3加2 更加2 帶進去 這一項等於0 所以剩下2 但是這個東西 就等於上面這個東西 所以上面這個東西 事實上就等於2 就等於2 1 1 2